上升的东西一定会下降,对吗? 嗯,你会发现,这并不总是真的 只要看看你的周围,你就会发现,东西开始飞起来,水落下来,东西似乎被冻结在原地 这是个魔术,还是真的? 你会发现,大自然本身就在创造惊人的幻觉,它启发了许多人做同样的事情 今天,我将向你展示十种似乎无视重力的东西 十疯狂的道路 通过参观这些令人敬畏的疯狂道路,将你的公路旅行提升到一个全新的水平 但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如果你曾经访问过这些道路之一,确保你在山脚下走,把你的车放在空档 你会发现,你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 你也可以用一个球来试试 把它推下山,你会看到它又上来了 这怎么可能呢?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错觉 这一切都可以用周围土地的布局来解释 它使你看起来像是在上山,而实际上你是在下山 这种是错觉之所以有效 是因为你把周围的环境设定为你的地平线点 与此相比,道路看起来像是在往上走 但问题是,背景中的数目实际上比你想象的要高 所以道路实际上是在下降 重力是定义向上和向下的东西,而不是我们对它的视觉感知 如果你想在你的地区寻找一条疯狂的道路 只要在网上寻找重力山,你就会发现世界各地都有很多这样的道路 9.热冰 你知道当你把液体倒在一个表面时会发生什么 但这种情况在热冰上就变得非常混乱了 这种冰不仅是温暖的 它也是一种液体,当你试图把它倒在表面上时 它会变成固体并堆积成一座小山 它看起来就像冰块冻结在原地 这就是这种物质的绰号 但它的真正名称实际上应该是醋酸钠 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当固体醋酸钠的单个晶体与溶液接触时 它立即凝固并变成热冰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过饱和度 当我们加入晶体时 溶解在醋和水中的小苏打的量超过了饱和点 这就是为什么液体会变成更固体的东西 此外,颗粒被用来在溶液中自由移动 但是当它接触到固体的东西时 它就会停下来,变成冰 如果这听起来很复杂 那是因为即使是科学家也没有完全理解过饱和度 但是,如果你想试一试 你可以在家里用小苏打 醋和水尝试这个小实验 8.现实生活中的悬浮滑板 回到未来第二步向我们展示了 我们将在2015年看到这些新的小工具 许多科学家通过创造悬浮滑板 确保我们的梦想会实现 其中之一就是新亨多气电板 但是,看似魔术的东西很容易用磁铁来解释 通过电荷的运动 在发动机中产生了一个磁场 当它与导电材料接近时 比如地板是由铜制成的 它就会产生一个二级磁场 这两者相互排斥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悬浮滑板从不接触地面 你还不能用这个新的小工具去上班 但你还是可以把类似的东西带回家 这些悬浮板的工作原理就像悬浮板一样 有两个相互排斥的磁场 然而,尽管你的饭菜似乎比空气还轻 但吃了它也不会让你减肥 七,漂浮球 街头表演者喜欢玩这种 似乎漂浮在空中的魔法球 但这到底是魔术还是科学 我答读你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了 这种球实际上被称为伏锡球 这种艺术被称为接触式杂耍 如果你买了一个这样的球 你会发现它并没有以任何方式违背重力 它只是看起来像这样 因为球上没有任何标记作为参考 看不出它的滚动 它是完全透明的 事实是 你实际上可以用任何其他的球做这个把戏 但它看起来不一样 诀窍在于表演者从未停止过对球的触摸 例如,有一个动作叫做谜语 表演者只是用拇指和中指滚动球 同时移动其他手指来分散你的注意力 你不需要是一个巫师 只要多加练习 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只要买一个好看的伏锡球 在家里稍微练习一下 你就会在你侄子的生日聚会上变得非常受欢迎 六零重力飞行 你可能是那种对漂浮在空中的球不感兴趣的人 你不想让一个物体违背重力 你想自己来做 那么,你会很高兴地听到 你可以在地球上体验零重力飞行 而不需要花费你一生的收入去到太空 关于零重力飞行 你需要知道的第一件事是 你所经历的只不过是重力 不要太伤心 因为宇航员也从未摆脱过重力 让你觉得自己在漂浮的是 你实际上是在长时间的下降 这就像在飞机上跳伞一样 因为发动机本身就在飞向地面 这正是在太空中发生的事情 当航天器在轨道上运行时 它实际上是在下降而没有到达地面 如果你有一天变得富有 这可能是向你的伴侣表明 你爱上他们的一个惊人的方式 五音乐之声 让我们坚持做一些 我们都可以在家里做的事情 好吗 我们都知道音乐的力量是强大的 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 它可以藐视重力 好吧 有些人在家里尝试了这一点 结果是惊人的 他们首先在一个扬声器上 产生一个相当于24赫兹正弦波的 完美声音频率 然后 他们把水倒在它的前面 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水在空气中冻结了 他们改变了频率 水又开始移动 他们把频率改回23赫兹的正弦波 看起来水在以相反的方向向上移动 这怎么可能呢 好吧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如果你在家里尝试这个方法 可能不会成功 这是因为你会缺少一样东西 那就是相机 它每秒捕捉24针 这就是视频针和水的震动 变得与声音同步 产生这种奇怪的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 当你观看视频时 看起来水面不再移动了 现在 这是一件能让你在Instagram上 获得大量赞的事情 四 神秘景点 神秘点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被描述为加州圣克鲁斯附近的一个重力异常点 你会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 你很难在那里走起来 因为你实际上是在倾斜 看看你周围的人 他们看起来就像一群光滑的罪犯 俯身超过他们的脚趾而不翻倒 站在不同的人旁边 你会发现你的高度会突然改变 然后 还有一些球只是在上坡上滚动 而不是向下滚动 而这些只是在神秘点发生的一些疯狂事情 那么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嗯 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一种视觉幻觉 就像重力山一样 当你看着树木 并将其设定为你的地平线点时 房子看起来很正常 但实际上每个人都站在一个倾斜的地板上 或在一个倾斜的建筑物中 这使得他们看起来自己是倾斜的 这个解释真的很简单 但这个景点还是很有娱乐性的 三颠倒的瀑布 因此 神秘点可能不是大自然的奇迹 但这些倒置的瀑布可能是 这个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瀑布中的水应该是落下来的 但世界上有些水没有收到备忘录 而是开始飞在空中 这就是世界上一些地方发生的情况 但是不要担心 在这些国家实际上并没有重力问题 你也不会飞在空中 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为极强的阵风 对瀑布水流的吹拂 这就是迫使水流向上喷射或向后吹的原因 你可以在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边界的湖佛水坝 体验同样的事情 大多数人去那里是因为混凝土拱形重力大坝确实令人印象深刻 但也有一个有趣的实验 你可以尝试 把一瓶水倒在大坝上 你会看到水实际上是飞起来的 并向上流动 只是要确保你不要也试图跳过大坝 你不会飞起来的 二个球链 无论你住在哪里 这都是你可以在家里轻松做到的事情 只要买一个你能找到的最长的球链 把它放在一个罐子里 然后让它从尽可能高的地方掉下来 你会注意到 球神奇的先上升再下降 你甚至可以用慢动作观看 使其更加精彩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 球链在往下掉的时候速度很快 它有动力 它需要这个空间来消耗这个能量 内链正在向上行驶 但它想改变为向下行驶 但它不能在瞬间做到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如何得到这个循环 你也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实验来解释这个问题 用一个滑轮 当它下落时 你会注意到底部在顶部追上之前 一直停留在原地 这可以简单地解释为 底部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知道 它在下落时张力发生了变化 在它开始移动之前 顶部需要到达底部 我敢打赌 你一定认为弹弓是无用的 一反向喷水机 我们已经看到 水可以做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让我们把它提升到另一个层次 让詹姆斯 戴森 那个吸尘器的家伙 用它设计一些东西 这个人创造了一个喷泉 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惊 因为水是向上流动的 他通过实验得到了这个想法 试图创造一些看起来不对劲的东西 并花了一年时间来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 他是如何创造出这个东西的呢 他真的违背了地心引力吗 和其他一切一样 这只是一个巧妙的把戏 水实际上是在玻璃表面的底部被抽入 再开口的顶部出来 当我们看到气泡在斜面上行进时 我们认为水在往上走 但由于上面有一层薄薄的水 我们看不到水 大部分在玻璃表面内 再一次 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 看到很多其他疯狂的事情 比如神奇的水龙头喷泉 再一次 有一个简单的解释 水是通过水流中间的一个透明塑料管抽出来的 你可以很容易地在网上找到一个 或者为自己建造一个 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 不要害羞 在下面的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谢谢观看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